你有沒有曾經有靈力過 有沒有曾經去過那些很熱點的 例如冬堤 人們很喜歡冬堤自殺 有冬堤但冬堤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反而你沒有 反而你講開去什麼酒店 記得了 Honeymoon 去泰國 還有另外兩個男生朋友一起去 好笑 跟團的 我已經不記得什麼酒店 也不記得是 布吉還是哪裡 我真的不記得 如是這群團友也有很多人 晚上在酒店睡覺 突然之間 發覺那個床 旁邊有些燈可以逼床頭燈 突然就亮了 通常都亮了 只是開著廁所燈 可能大家的習慣都會這樣 我就亮了 然後我覺得 跳仔 那就不管了 如是這 慢著那個燈 吃飯 吃飯 睡覺 第二下 再穿 然後 我先生也覺得有些問題 我們只要當 硬成交流 當我沒事發生 再睡覺 然後 第三下 再穿 我們由你沒有你枕頭皮泡 拍過在我們旁邊的兩個朋友的房間 直接在我們對面 然後說 你做什麼 我說 過來睡覺 我們打電腦可以了 你不用管我們 這樣一個都可以睡 那才好笑 因為那天晚上 那三晚燈 燈一燈 其實這件事也不是很恐怖 但我們樓上 都是我們團友 整晚的熱桌 熱桌椅 我心想 那兩夫婦在搞什麼 要玩台玩椅 很吵 可能他們沒有容易過 不關他們的事 然後第二天 我們到大廈 看到那兩夫婦 烏眉黑碎 坐在大廈 我說 什麼三美太 我到現在都不記得他們的鬼城 為什麼你們沒有睡覺 他說 沒有 我們其實想去不夠多久 然後就發覺 這樣 熱桌熱桌 自己 然後嚇到他們走下來 由於酒店敷了 沒有其他房間給他們 他們唯有去Lobby 直到天亮 是啊 很可憐 他們的經歷比我們還要厲害 幸好你們也 我記得那次在酒店 還記得桌面有一本聖經打開了 是啊 通常這些是職酒 不知道 聖經是正常的 但是打開了 但是打開了 就不正常了 但是呢 正如我之前的經歷 我都好像不懂得害怕 是啊 你上次就在大澳 今天有個朋友 一群人是去東堤 你知道東堤很多人是自殺的 就算是在大陸下來 購物 那些商情證 那些 他們那些都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男一女 很多年齊在那裡 買了東西 在那裡 他慣性不住酒店 他們就租東堤那些 但不知為什麼 無緣無故 那對男女 在那裡自殺 話說 我朋友在那裡 租到那裡 玩 去燒東西吃 開心一下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哪一間是空宅 因為 多事故發生 就算被報章報導出來 他們都很厲害 他把所有門牌 洗牌 改了號碼 一號變十號 對 所以 他做了小型裝修之後 你根本就不察覺到 那間是 曾經有人自殺過的空宅 話說什麼 就是 學理話說 一群人一起玩 有些人在下面燒東西吃 有些疲累就自己睡覺 好像那天 有個女生 很早就走到房間睡覺 睡著睡覺的時候 他突然間發覺 一個男人躺在他旁邊 他就以為 他男朋友 就背著他 但他的身形肯定是男人 他就拍一拍他 他就說 喂 你幹嘛 你不玩了 這麼早就睡覺 就沒有回應他 他就以為他睡著了 很累了 就讓他繼續睡 睡了五時 他就想起床去廁所 就發現 他就轉過去看那個男人 那男人就開始面對面 對著他 就是大家面對面 看到一個眼淚 看到一個 臉很蒼白 沒有眼珠的男人 躺在他旁邊 嚇到他整個彈起 立刻衝出去 找自己的朋友 對 那出去找了之後 每個人都問 你做什麼 但他男朋友問他 做什麼事 你不是睡覺嗎 這樣 他就 免得影響大家的心情 他就索性 在廳上梳化上睡 就沒有進入房間 也沒有提 直到他們離開東堤那間屋之後 他才跟大家說 人是好奇的 然後上網搜尋一些 關於東堤自殺的個案 就發現 如果那個位置 雖然他們洗牌 門牌號碼 即那個位置的地段 他們查看照片 跟照片去研究 是曾經一個男人 在那裡消炭自殺的 所以他就看到那個 沒有眼睛的東西 對 話說你說你小時候 三歲的時候 你的眼睛會比較容易看到 你說見到這個 蟲樹姐姐 另外一個個案 就是我的朋友 就住在跑馬地 是 那不要開名說 哪一個很遠 知道 因為免得影響 還有人在住 那時候當時 他就有三個小朋友 就有六歲 八歲和十一歲 三個小朋友 當時他都發覺他家裡 那個廳就比較陰暗 不是那麼多陽光進去 他就發覺有一陣子很有趣 他那三個小朋友 到黃昏的五點六點鐘 他們三個很聽話 坐在廳裡 就不玩了 很開心 又聽到他們的對話 不像他們三個人的對話 那麼簡單 是好像聽到 有第四個人和他們玩 以他們的對話內容 然後呢 如是者 他就開始觀察 他們三個小朋友 究竟又搞什麼 因為你不可以 走來問小朋友 你們在玩什麼 你們看到什麼 如果他們真的看到 一些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你會嚇到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 可能小朋友 未必可以接受到 家裡有鬼 那些事情 那媽媽 只可以天天觀察 你們三個小朋友 究竟做什麼 如是者 開始觀察 真的不妥 真的懷疑有第四個人 跟他一起玩 有一天 那三個小朋友 就衝衝衝衝衝衝衝 衝到他們的廳裡 又在玩 然後呢 其中最小的一個 就說 姐姐來了啦 這樣 然後她的媽媽 就聽到她說 姐姐來了啦 好開心啊 姐姐來了啦 這樣說 然後她就 膽粗粗問他們 你們跟姐姐玩嗎 她說 對啊 姐姐每天都來跟我們玩 嚇死了 然後她就 她根本就看不到有任何東西 那 姐姐跟你們玩什麼 有時候煮飯仔 有時候玩老師 和學生 這樣 然後她很害怕 因為她看不到 其實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才害怕 看不到才害怕 而且你真的不知道 你三個小朋友 到底要看到什麼 然後她就 跟她的朋友 分享這件事 那就 答上答 就介紹了一個師父 就類似去 跟她接觸 跟這個女生接觸 這個女生 她又可以跟她通道靈 她就說 其實她在這裡 死了很多年了 因為一次以外死了 所以她就停留在這間屋裡 其實她是之前在這間屋裡住的 不知道幾多年前 她說一次以外死了 所以家人沒有超渡她 所以她就停留在這間屋裡 她就說她沒有惡意 她純粹覺得你三個小朋友可愛 天天跟她們玩一下 雖然她說到沒有惡意 這三個字 如果做媽媽的話 都害怕 都害怕 陰氣 陰氣 你不多不少 你都會影響 三個小朋友的健康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是不是想多了呢 做媽媽的 這些事情 不多不少都會擔心 於是這位師傅就跟她說 不會對這個女靈體 會做任何事情 只不過她會在窗 或者門口 用朱砂或符 讓她不要再接觸 對 做完這個儀式之後 的的確確 她那三個小朋友 再沒有聽到讓姐姐來 但離奇地 這三個小朋友 就好像被人洗腦 忘記了之前 每天跟姐姐在玩過程 雖然姐姐沒有再出現過 但這位媽媽也很擔心她的小朋友 之後都搬走了 其實她查回以前的歷史 原來那個地段 很多年前都是亂撞光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香港很多地方 都是亂撞光 都是亂撞光 都不需要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裡那麼多 那裡那麼多 只要問題是她 所謂她們有沒有怨 還有沒有那個意念 停留在這個空間 有哪一個地方沒有死的人 其實很看靈體 那個靈本身 本身的所謂念力 如果她們真的放不下 永遠停留的話 那她哪有投胎的一天 對呀 永遠停留在這個空間 對呀 還是可能她的家人 就是不相信那樣東西 所以就沒有跟她好好地超渡她 我覺得什麼都有些原因 甚至她都不知道她在這裡走了 譬如你失蹤 一些意外 找不回 之而處理 其實什麼原因都可能有 甚至她們 她們早就跟我鏡頭十戀 那也有這個可能 對呀 我覺得什麼都有些機會 甚至她在這裡發生 一些很不開心的事 離開 所以留下一個不好的感應 那個所謂的氣場 在那裡 在那裡 這裏不斷有事發生 不斷重覆又重覆 那France我想問你 除了度假屋之外 在你小時候 還有沒有看到一些 你不可以一定是看到鬼 可能發生了一些 不可思議的事 又解釋不到 小時候的印象中 有的 很典型很輕奇的 後來搬到大圍 發覺樓上經常有波子聲 但是波子聲也是那些 對呀 有些人說是冷縮現象 對呀 鋼筋問題 我又不會覺得 我又不會覺得 不會是波子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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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所以可能會有 我不相信 不會是經常說 冷縮現象 不會是 這樣 什麼 小時候 你說很大件事 很恐怖的 到現在 我都不覺得是什麼事 可能就是很平常心 我看這些事不會看得太重 反而之後到一路成長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看到 有時看到透明的 一個人的影 是透明的 好像公仔有個框 又說 那邊你看到男還是女 但是透明 又不是我一個人見到 又是有朋友陪我 總之我都說 Touch with 那麼多次經驗都人陪 才有些幸運 又不是什麼恐怖的 不是對著你嚇你 整固到你很大件事 如果你說相當大件事 就是大我那個 真的有點恐怖 即是在你耳邊 耳耳耳耳 對 有些真的比較實質 比較恐怖 其他一些我都覺得 比較輕鬆 反而現在 真的解釋不到 直到我長大 我曾經在外爾蘭 幫過我伯母做事 很特別 我伯母說 幫他按摩推拿一個 是一個鬼佬的氣功師傅 那我就說 咦?鬼佬式氣功? 很特別 我也想見識一下 其實鬼佬是很少人 鬼佬很少 而且是吃中國的氣功 是 那我就有很出奇經事 我很想認識這個人 那幾次我伯母就說 我約了他 你有時間就過來看看 那我如是寫 他們就在這邊按摩 那我就坐在這邊 碰也碰不到 而且也有一段氣力 因為人家的屋子很大 然後 一個多兩個小時 這麼有趣 他走一些舞 好像在跳舞 幫他按摩 我不知道 有些步伐 我當時什麼都不懂 又不懂按摩 又不懂氣功 什麼都不懂 一張八字 於是就在那裡看 挺有趣的 然後 看完之後 才搞笑 那位貴老 其實都挺帥的 有些像Ritchie Gear 這麼帥 這麼帥 走過來 走到我面前 跪在那裡 對著我跪在那裡 有人性 還有兩個表妹 都是在一起的 跪在那裡 然後叫我兩隻手這樣探開 然後叫我兩隻手這樣探開 對著我跪在那裡 對著我跪在那裡 三次 然後我就說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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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Forence 你知道嗎 剛才我幫你 阿姨做的摩扇 用的氣 用的能力 不是我的 是你的 我瘋了 我有什麼可能 I know nothing 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我什麼都不懂 我都不懂 碰都沒有碰你 我給你什麼 他說你遇生俱內 本身就是有很大的氣場 有很大的能量 不過你不知道 你應該要回香港 回大陸去 找這些人去學 去學 不要浪費你自己的 Talent 對 他說我是遇生俱內 這樣就銜接到我 小小跟松樹姐姐玩的時候 可能已經先天性 其實你是不是在那裡吸氣 可能是 吸到你今時今日才這麼厲害 可能是 你才是世外高人 我懷疑你 我不是 我只是普通的小師傅 然後 可能就是這樣 有一個很大的氣場 幫他 他說我真的沒有用過自己的力 我真的一頭沒水 你說什麼 我真的一個魂 他說 不如你教我 我跟他說 你叫他教你 對我叫他 他說好 你去聖誕節後找我 我會有空一點 我就疊心 想著聖誕節後去找他 不管了 然後 他這樣跟我說 我就想都沒有想過 你覺得我這件事 我以前做到文職 我在想都沒有想過 當然我去外環 為什麼要外環 我去外環 那時候在香港 高峰之後 但也迷在一個點 你找文職你都找不到 有機會就嘗試 當然要放棄很多東西就走下去 他成為了你的師傅 也不是 這件事之後 他成為我一個很大的人生轉捷點 有一個高人點醒了我去走這條路的人 第二件事發生就是 那邊的生活很悶 看電視 看三機 或者錄一些香港的錄影大去看 我不記得是一個資訊性的節目 我已經不記得是甚麼 就是說香港有甚麼再培訓課程 就是教人推拿按摩之類 那個人叫我回去香港學 我也不知道找甚麼學 誰知道他讓我看到這件事 發生那件事之後的兩至三天 我看到這件事 然後兩至三天之後 總之三件事全年是不過一星期 兩至三天之後 我收到我一個荷蘭的外國很好的朋友 就是那個外國人打一封Email 罵我 他說你以為在那邊很開心 叫我不用擔心 甚麼甚麼甚麼 你全部說謊 你日日耳淚洗臉 甚麼甚麼甚麼 那封信拿得我很長篇 他說他媽媽 就是我那個荷蘭的朋友的媽媽 是個靈媒來的 每一個星期他們會集團一群 比較資深甚至是 輪到更… 那些V輪輪大會 V輪輪大會 研究一下這個案件 我們應該怎樣幫他 我說香港那些 只是覺得自己我是大師 你跟我就可以 我不知道 我不可以這樣說 但大部分給我的感覺是這樣 人家那邊是很包容的 你懂甚麼方法 你懂甚麼方法 我們大家一起去研究這個案件 我覺得這件事很棒 很有愛 他就說 今天我們原先是想幫一個女生 我們去找一些方幹 找一些藥 我不知道藥的東西是甚麼 藥的東西是甚麼 去幫那個女生 但我今天幫不到 他說誰 我們身邊哪個人 身邊有一個女生叫做Rose 我有另一個名字叫做Rose 有另一個名字叫做Rose 有另一個名字叫做Rose 我那個外國朋友的媽媽認識我 可能是我兒子 香港的一個朋友 他說他不是香港 他在外爾蘭 你覺得很害怕 一個人和你不想不想的人 感覺到你去外爾蘭 他現在是受了人生最黑暗 最傷心的時間 我們這次開會是幫不到 我們原始想幫那個女生 我們要幫他 我不知道他們做甚麼 其實那個他是誰 我 就是你 那段期間你真的在外爾蘭很傷心嗎 是 但他們隔空 已經感覺到你的傷心 是 然後他們不知道做甚麼 去幫我 我不知道 然後他說 他說我是一個很好的人 一個很好的良心 所以我要幫他 他做甚麼 就是問在場 那些V-1-1的人 那個說這個話 那個男人 那個V-1-1高手 是全場最厲害的那個 他說你知不知道 你的訊息是誰告訴我 他問在場的人 當然他們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他說 是一個外爾蘭 醫生一鬼魂 告訴他 一個外爾蘭醫生的鬼魂 告訴他 但是你其實有沒有接觸過這個醫生 沒有 然後我才知道 甚麼叫做死 鬼都看不過 你明白嗎 即是說你傷心到一個地步 是 那邊的 鬼都看不過 感應到 看不過 就發出這個訊息去 找他們來幫你